依照賴清德的個性 我想辦了鄭文燦 我們要給鼓勵 之前我就說過 他一定會立威 包括整個後續對於所有政壇上面 也許會掀起一番的腥風血雨 所以台南市整個市長出選 已經開始一大堆靠邊站 那在這個派系的爭鬥之下 加上這個對鄭文燦的殺雞警猴 這派系裡面就會更凝聚 敢挑戰賴清德的人會越來越少 不過對於所有官商勾結的事情 能夠嚴查嚴辦 我們還是要給他肯定按一個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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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個派系統他說 那是我要給他肯定按一個讚 那是他肯定按一個讚 那是你們的特定炭 那是他肯定按一個讚 那是我肯定按一個讚 那是他肯定按一個讚 那是他肯定按一個讚 那是你應該不扯 那是你這些讚 那是他肯定按一個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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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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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覺得有受什麼委屈嗎 加油 加油 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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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讓你下 我們都不穿什麼去 前面跟著誰啊 去擋門口 你有討論了蠻久 沒有 我就把我的態度講清楚 因為我還是從過去到現在 我還是希望說 兼職我就是要選中常委 那因為大家知道說 這個政府會原本就有兩期的空間 那一席成茂雙還有第二席 那我一直就是表態我要選中常委 那如果因為我兼職選中常委 而必須把我這個切割的話 那我也是沒有辦法 所以我還是堅持我要選中常委 我也願意回歸這都沒有問題 那我覺得這是我的想法 而且重點是第二席原本就沒有決定 這從過去到現在都是這樣 所以我都希望是能夠在這個區塊 去取得政國會的支持 那當然是我們最期待的 也是最期望的 所以現在關鍵是在於 我就是希望能夠選中常委 能夠得到中常委這樣的一個機會 這樣子 裡面有做出結論嗎 不知道就是讓他們決定吧 對啊就讓他們決定吧 只是這17年我在 現在政國會從遊戲一直到政國會 我相信我可能是從這個政國會也 可以說啦 這個票數從我們過去為地方經營 也因為經營而得罪了很多人 但是最後我們希望有一個中常委 然後我的票數基本上我相信我自己當選中 職位一定沒有問題 我自己當選中職位一定沒有問題 只是希望說有更多的資源 這樣我可以當選中常委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希望能夠是這樣的一個爭取 那如果因為我的爭取而這個政國會 有不一樣的一個見解 而做出不一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也只能尊重 反正在這有益地� 我這都要說 我這都不疑 我這都不疑 我這還是很冷心 我這把或許可以